乐乐啊 你要去哪里啊 哈喽,欢迎收看BacyBuddy,我是Tommy 今天呢,我们要去曼谷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要带小孩子去曼谷玩 希望一切都顺利 我们把它穿到好像要睡觉 希望他等下上飞机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睡觉 妈妈,很累啊 你觉得咧? 化妆又没有用啊 帮你穿着一件衣服,真的好像男生 我现在用着这个FUJIFILM XA7 旅行用它就最好了啦 因为它很轻,非常的轻 就不会拿到手那么酸 而且它有人脸追踪的那个Focus 我无论转到去哪里,它都可以跟得到我的Focus 啊,省省鼎鼎啊 这枪飞机不可以哭 哭下次不带你去玩 知不知道啊 这一次我去曼谷主要的行程呢 其实是因为去年有去曼谷 然后拜了四面佛 然后有拜拜 然后有求一点东西 还算蛮宁愿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再回去还原一下这样子 我这次用了一个新的App 叫Asia Yo 这个Asia Yo 听说是亚洲的第一订房平台 OK,我今天就来try一try 然后它其实也跟一般上的一样啦 就是选你要去的地方 要去的城市 然后它就会给你很多的来一些 房间的资讯啊,来一些 然后我们就去看一看 今天我们租的这一间呢 叫Subkumvit的来区 然后的一间叫SYE39的residency 我们今天就去看看 看看它的那个房间到底是怎样的 她还没有上几个人睡啊 跟脚 看妹妹的妈妈 跟脚 妹妹的妈妈 希望这两个小时的短短的 飞行集成 那它会合作一点啦 终于到了Fanggok 所以我们订的房间呢 现在我们有顺便订买了一个司机 来接送我们回去我们的酒店 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说 交通 交通问题啊 搭 taxi啊 毕竟带着小孩子麻烦的嘛 所以我们现在 通过Asia Yo那边订了房间 还可以顺便订交通 专车接送 要他们做机场接送的话 他们就会有人在外面等你 然后就有人拿着牌子等你的啦 反正巨型这样子的感觉 哈哈哈 车子还蛮舒服的啦 就是有一辆七人车来载我们 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这 我们的住宿地点 哈喽 哈喽 在那边睡觉 我们先去拿我们的锁匙 哦 001 我到了机场之后 他们就传了一个信息给我 就是说我们的钥匙都在这一边里面 然后我们的是在 黑色lock box number 001 001 然后就有了一个密码 密码不能跟你说 哈哈哈 转一转 哦 拿到了 又要死就在这一边 好 还有就是要换鞋子 但里面是不能穿我们的鞋子进去 要这边要换鞋子 对 耶 耶 而且这家民宿非常贴心的是 每间房间都附送一盒 Welcome box 里面都是一些汽水啊 泰国的快速面啊 那你半夜想吃宵夜也不需要特地跑出去买 所以 他房间是这样子的 对 那他这边就是有一张 有一张的一个双人床 然后 看来上面这一边呢 就有两张大人床 哇 哇 厕所也很不错耶 厕所 厕所也很不错耶 厕所 不过我想 我应该明天再拍一些美美的画面啊 今天太累了 已经是晚上六点多到七点了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要找个时间去吃个东西 明天早餐我再拍一些美美的画面 这一边呢 这一边呢 就是非常的方便 OK 只要我们从这一边走出来 大概一分钟罢了 不用一分钟啊 走出去门口这一边呢 就是便利商店啊 你看大概是这样子 我走一走 一分钟都不用到哦 看 30秒 就有7-11 你看 对面就有那个7-11 非常方便 这边就是7-11跟那个Family Mart 就这么的靠近 非常好 如果我选择住民宿啊 我来曼谷啊 又或者去台湾的地方啊 就是一定要靠近便利商店 而且这边 不只有7-11 还有全家Family Mart 太好啦 讲真的 我就最喜欢去不同的地方 我都喜欢住民宿 我都比较不太喜欢住酒店 如果你住酒店 多数都是那种设计啊 都是大同小异 不过如果你住民宿的话呢 就比较有设计感 然后再借地气一点 然后像这一边 它的四周围都很便利 像刚才我有讲啦 我们出去外面 走不到一分钟就有便利商店 有7-11 也有Family Mart 这样子 然后在这一边呢 就走多七分钟左右 五到七分钟啦 你快的话 五到七分钟左右呢 就可以到BTS站 不过因为我们这次有带小孩啊 妈妈啊 我们就多数比较多 都是用Grab Car 这个SY139 它位于是在这个 曼谷的 Sukumvit 这个地方 Sukumvit 这个地方呢 它就比较像是 我们马来西亚 KL的那个Mont Chiara 它这边都比较多 是日本人住的地方 所以你走在外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 日本餐厅 因为这边很多日本人住 这一间SY139 我现在最喜欢的 就是我在坐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小小的 我的庭院 晚上如果你跟一般朋友来 可以在那边喝酒聊天 木发上这样子 然后它还有一个公共的地方 公共的厨房 公共的饭庭这样子 可以在那边吃东西这样子 房间也是啦 房间 就很适合一家大小 你看到我们的房间 就一张双人床 还有两张大人床 就是我 我妈妈 我老婆 我女儿来 位置非常的大 非常的舒适 这边呢 它也是有提供了一个 机场借送的 机场借送的话 两个人再加两件行李 是900泰铢 三到四个人 加三到四个行李箱 就是大概1100泰铢 五到八个人 五到八件行李的话 就是1450泰铢 一趟 觉得 哎 价钱也不错 如果你在那边叫taxi 其实大概也是 差不多类似的价钱 好啦,接下来介绍一下他们这一个 Asia Yow的这一个订房平台 他们号称他们是亚洲第一的那个订房平台 哦,还蛮大的口气 然后他们的品牌特色就是 有三倍空间啦 有特色的房型啦 还有即时的客服 然后这个Asia Yow呢 他们有提供了香港、台湾、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所以你们只要去这七个国家咧 都可以上去Asia Yow那边找一找 他们的客服是精通七种语言的 就是比如中文啊 台语啊 英文啊 粤语啊 日文 韩文 泰文 所以这七国语言 只要你随便懂一个 他们都有人可以serve到你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觉得还不可靠的话 你可以去上大Trip Advisor那边看一看 然后他们这个Asia Yow平台有超过6亿 6 billion的那一个 可靠的评论 你们可以去看 看可不可靠 这个就让你们自己去判断啦 好啦 这次真的是非常感谢Asia Yow以及SYE39的协助 让我这四天三夜的旅程都住得非常非常舒服 来旅行 尤其是带着小孩 住宿方面真的是要好好选择 不然受苦的是你们自己啊 希望今天这个曼谷住宿影片 可以让你们有一个新的订房选择 以及了解更多不一样的订房资讯吧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赞和分享 如果你是从YouTube看到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旁边这边有个订队 把我按下去 有最新的影片 你会最快知道的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